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发现我们年轻人就很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的关节活动 增加关节活动范围的伸展运动 伸展运动就是让我们的关节其实要常常活动 然后我就说它才不会引起我们以后的关节炎 那所以我现在就带大家做一系列的全身性的伸展 不会很长 我努力在五分钟内完成了 好来预备 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整体的背部的伸展 发现这个也是腹部的伸展 每个动作大概后十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接下来就是斜方肌 斜方肌就是在脖子跟肩膀这个位置 然后就是单纯的颈部的伸展 就是斜方肌的伸展 好 向下 我现在大概就是 我大概不会数到十秒钟 那请你自己去增长 OK 好像你的右边 大概有六个面向全部都要做 那你自己可以多做一些十秒十五秒 更长其实都OK 目前我大概就是示范一下 你要自己正常哦 好 呼吸嘛 你只要保持规律持续的呼吸 没有说什么时候吸什么时候吐 这是保持呼吸就OK了 半边 七 八 九 十 好 接着呢 我们一般最经典的 后三脚肌手背的伸展 漂亮 好 接着呢 三脱肌的伸展 就是最经典的这些 然后你记得头盔要被压着 抬头挺松 好像我们躺在我们的手背上 这样的指示车是对的 OK 好 接着你试试看哦 做完之后 你就可以你的左手 轻轻去碰一下 看你能不能碰到手指了 OK 好 大概就这样 先有半左手来做一下 手背 记得要对称 不是歪来歪去这样 不是的 都是要对称 肩膀是下压的 漂亮 好 接着三脱肌的伸展 三脱肌是哪里 你知道吗 就是蝴蝶秀 想蝴蝶秀你就清楚了 记得不要被它压着 永远眼睛就是看前方 OK 好 我们试试看 用力挽力的手 去摸摸摸两个手指 看能不能碰在一起 漂亮 很好 是大腿后侧肌群的伸展 你记得臂部是打平 你手还可以支撑 不要悬空 腰椎有点负荷 所以要支撑 如果你可以脚勾起来 背部拉平 就会加深了这个大腿后侧肌群的伸展 好 接着半边 后侧 脚勾起来 好 记得大腿后侧肌群 好 接着请你做一个弓箭步 弓箭步呢 就是脚尖都要朝前 没有out 要in 这样子算是肥肠肌 小腿的伸展 好 停在这边 5 4 3 2 1 好 再提供一个 脚跟起来 臀趋肌前顶 屁股顶住 好像个雕像的 那这个是做什么呢 这个很重要 这个臀趋肌的伸展 这边好多老人 这边其实都会缩紧 让他们影响他们走路的 所以这个要把它推开 好 接下来请换扁 所以呢 是先做弓箭步 你发现身体的线是斜的 好 这个记得吗 肥肠肌 就是小腿的伸展 OK 好 脚跟翘起来 我们做臀趋肌 骨盆的前面的这个位置的伸展 5 4 3 2 1 OK 好 这样慢慢的延伸下去呢 我们就是先做腿 好 股四头肌 就是大腿前 大腿前怎么做 好 肚子后座 这个就是了 那一样你随时可以扶墙 或是有后座 核心 一样大概10秒钟 5 4 3 2 1 好 接着呢 还有一边 OK 这个是 那个伸展哪里 股四头肌 yes 大腿前方 5 4 3 2 1 OK 好 吸气 吸 吸 做完伸展有没有很棒啊 做完了 恭喜大家 好 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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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